2月11日上午,因在陆丰921事件中,涉嫌犯罪的乌坎村民薛锦波在汕尾市看守所突干身体异常 后被紧急送往汕尾一辉基金医院,经持续抢救,无效死亡 本台记者接到消息以后,立即赶往汕尾市看守所和汕尾一辉基金医院进行采访 据了解,薛锦波,男,42岁,陆丰市东海镇乌坎村人 因参与921案件,涉嫌故意毁坏财务罪,妨害公务罪 12月19日被公安机关刑拘 12月10日19时16分,关进汕尾看守所24号监视 昨天上午11点左右,突发病状 昨天晚上就说在19点05分的时候 他们提醒我把这个放进行里的脑袋交付给他 因为我昨天晚上吃饭 精神方面都很正常 正常的人是一样的,没有看出来他有病了 他是有咳嗽,有咳嗽一点点 他进来就正常,就跟平常正常的,进来吃了药 他自己就说有那个什么好床啊,不管他啊,正常有人病啊 他就去躺啊,吃完药他就去躺一下 那个晚上没什么事,到了第二天早上吃早饭的时候啊 就是大概吃完早饭大概是八点多钟报王宿嘛 八点多钟,九点钟左右 他就说很辛苦 很辛苦,然后他就自己不会动 我们就去帮他报警嘛,按那个报警嘛 按了之后,医生就来了,然后要给他出 吃完了之后,又没什么事了 他顶得不来嘛,就没有那么厉害 我们在做活啊,他在那里面做了 做完之后到差不多打饭的时候啊 他又方便啦,倒下去啊,倒下去啊 我们又报告啦,报告已经就 那个干部来,我们就几个人就帮他抬出去 十点五十二分左右,我们就接到那个职办民警 张东江的报告,称二十四床,有人生病了 然后接到这个电话之后,我们在春期就和民警 那做丑堂还有存门中,就到二十四间窗 首先处理这个时候,我们就想把那个开窗门打开 然后叫那个在野人把那个那个病人抬出来 当时抬出来的时候,那个病人已经免色挺苍白的 我们看到这个情况以后,情形有点紧急 就和在办案单位的配偶下就把他送往议会一样进行全秀 随后,记者在现场调看了看守所从12月10日19时到今天上午11时的所有监控视频 监控视频显示,民警和同间犯人讲述的内容与事实吻合 随后记者又赶到了汕尾市一辉基金医院 该医院是汕尾市唯一一所三医医院 这个病号是上午的11点05分到医院的 到医院以后,当时病人的情况是比较差的 脸是比较苍白,脸身分泌状 当时刚才来了以后,他测血压,血压是已经休克的状态 上了新店全部以后,提示是一个失厂 当时就马上比较重视了这家病号 来了以后就给到行站安约,电击失厂 然后通知科里的指认,各个指认负责人都到了 经过拯救以后,这个病号持续拯救了有40多分钟 然后还没有恢复自己的复习的心跳 最后宣布临床失望 失望的时间那时候是11点40分 按照我们的经验,通知科里的同学人介绍 应该是一个心肾脆死,肾脏病 一个肛脆病,然后出现这个脆死了 所以这种病例,产生的情况不是很高 不管是在哪个部位,也就是在医院里面 其实在医院的病房里面,也有很多医院抢救起来的 另据了解,该名死者原有哮喘,胃糜烂等病逝 积压期间家人曾要求送药被看守所允许 山北市、陆丰市有关部门正与死者家属积极协商 处理善后事宜 另据最新消息,广东省山北市检察机关 已介入对薛锦波死亡事件的调查 并且委托中山大学司法鉴定中心 对死者的死因做进一步的鉴定 1 2 5 2 4 4 感谢观看